蟑蜜、辣椒、冬菇、蝦、油鱼絲、蔬菜、蔬豆 烏冬已經用滾水搓了 油溫熱後,放湯絲 剛才已經浸了水,現在已經發得很大 平乾水,先爆香冬菇 炒香了花菇之後,海鮮、蝦和魷魚全部放進去 再放一點,辣椒 你不喜歡辣,你不放辣椒也可以 個人喜好 蝦和魷魚全部放進去 這個烏冬,剛才我已經用滾水煮一煮 過一過水比較好 炒一下 蝦差不多等它本身熟才加烏冬 這樣就會比較好 那些蝦不會太老太熟 現在可以放這個利感的蠔油 還有老抽 再放鮮米生抽 好 最後呢,我用這個 揹著的Liquid Seasoning 再調一調味 之後就放了些菜 由於我自己很喜歡吃菜 所以我就放了很多菜 等下它熟了之後收縮 菜又會變得很少 但是少得來 都不算少 由於我喜歡吃菜的關係 都對我來說是少的 蓋上蓋子 等它的菜呢 就容易熟一點 我是你錦記的粉絲 我是你錦記的粉絲來的 好啦 開蓋子 記得不要煮太熟 擦一擦 翻一翻它 小心 有時候用筷子 反而比較方便 這個時候呢 差不多好了 就放這個 Ceri Cream Wine 黃酒也可以 其實這個也很像黃酒的味道 大概吧 其實這個滑蛋烏冬呢 其實這個滑蛋烏冬呢 是我很喜歡吃的一個早餐和午餐來的 非常之好吃 加多些少這個黃酒 現在整個廚房都聞到香噴噴的酒香 海鮮香啊 魷魚香啊 這些香菇 冬菇香啊 什麼香味都散發出來 好了 現在你看到是濕濕的了 差不多滾了 看到醬汁滾起了 這樣就打兩粒雞蛋下去 關火打 因為雞蛋要嫩嫩的 不然它會很容易滾的 因為剛才你已經開了大火 所以你現在關火 就這樣 輕輕地拌一拌 輕輕 OK 這個方式呢 你放蠔粉 放麵 都可以的 不過我本身喜歡吃烏冬 所以我就放烏冬了 其實已經是 搞定了 可以上碟 OK的了 好 好 放在燈 好 然後 放在燈 放在燈 然後 水 好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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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